抗战中,真正的鬼字进村这样的,不要再被抗日神剧骗了。大家知道我们在近代史上有一段非常屈辱的历史,因为当时的清朝末年是长期的闭关锁国,加上政府的腐败导致我国的实力被欧美列强拉开,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开始被人侵略。 比如说鸦片战争,抗日战争,等而现在的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是世界上的强国,但是我们要牢记历史的屈辱,不能忘记历史,关于学习历史,其实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看书,看一些影视剧等在近些年,抗日剧是一年比一年的多,但是抗日剧的质量却没有提高上去。 一些抗日剧拍得非常的雷人,可以说有些抗日剧和真实的历史,是真的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这也会误导一部分,人在所有的抗日剧里鬼子进村,这个环节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真正的鬼子进村和电视剧里的差别很大。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真实的鬼子进村,是什么样的?其实在大部分的电视剧里,都把鬼子给弱化了,而真正的鬼子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否则我们也不会打那么多年。 在电视剧里,有一种很夸张的手法叫手撕鬼子,其实这种情景完全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是对那些抗战老兵的不尊重。 当时的鬼子战斗力,是绝对比我们强的,无论是装备还是更方便。 其实差距,都是很大的我们杀一个鬼子通常要牺牲两个士兵甚至更多,而且当时的鬼子战术素养高不及,也很充分,所以我们和鬼子打真的是很艰难。 在很多的抗日神剧里,经常都有非常勇敢聪明的村民在鬼子来之前进行埋伏而每次鬼子一到,都会损失惨痛其实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老百姓手里并没有什么武器,而他们为了能够活命,也是不会去招惹鬼子在抗日剧中。 我们看到的是鬼子,为了对付村民还用手榴弹去炸门,其实鬼子根本就不会这么浪费,而且也基本没有什么埋伏因为日本人进村前都会提前收买一两个人来熟悉村里的情况。 在进村前有个大致的了解,而电视剧中的鬼子进村,一开始都是骑着高头大马,还有个骑自行车的汉奸。 其实鬼子很多时候都是坦克直接进村,而且,如果一个地方是交通要道,会看到很多的坦克而鬼子的进村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有据律,就像是在战场上一样,并不会像电视剧的那样每个人都乱跑,而是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分开进行搜查。 最后再进行集合不过日本人的罪行和电视剧里的差不多,首先日本人会先把村子里的牲口都带走牛和马之类的,然后基本上就会烧杀抢掠了。 大部分村子里的房子都会被烧掉,而且村子里的庄家也都会被破坏掉。 可能是这样的行为,让小日本,有一种胜利感白而在搜查村民屋,子的时候食物是肯定带走的有好看的姑娘,也不会放过而对一些仕途反抗的村民。 日本人也会直接杀掉,非常的残忍。 所以我们要正视历史更要牢记那些屈辱的历史,只有这样我们的祖国才能繁荣富强。 我们要先把村子里的历史上放在搜查村里的历史上。